这个里面如果有墨水伸到里面去了 我们这样来处理 这个酒精一个很浅的小容器 倒少许酒精 然后把这个薄膜这一块 渗透到酒精里面 然后你会看到就有一些黑的墨水从这个里面慢慢的流出来 然后用纸巾去擦它 这样重复多次以后看到这个里面 没有基本上没有黑颜色的这个墨水了 把这个孔里面的酒精都把它吸干 最后用吹风 注意啊这个吹风的温度不要太高 免得把这个吹坏了 然后直到这个里面完全没有液体了 整个都吹干了 再检查一下喷头下面是否是否墨水是正常的啊 如果正常的上机就OK了 如果正常的上机就OK了 你会知道要嗅到两个人吗